大家好,欢迎收藏我们本期节目,我是汤森 在刚刚过去的周中,美股三段股指是冲高回落 在周四周五出现比较明显的抛售 在上周末,我们知道发矣局势是导致美股在本周一 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并大幅低开 但是最终美股还是实现了大逆转,低开高走 并在周二维持了这样一个反弹的趋势 周三,美国的PPI数据是高于市场运气 但是美股仍然维持了一个比较强的走势 周四,在PPI高于期的消息影响之下 并最终引发了市场的抛售 而周三,我们还有一个重要数据 就是美国的FOMC会议基要 我们也知道,每年在九月会议是暗闭不动 但是还绕成了一个英态的远态 会议就要显示,美联署希望更多的关注 目前的这个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 而周五呢,我们正式进入财报季 虽然说美股的三大银行巨头 摩根大通,华旗银行,还有富国银行的财报 都是高于市场预期,并带动美股呈现大幅高开 盘线的数据也显示 美国的进口物价指数是大幅回落 是远低于市场预期,真的有利于美国的通胀下降 而另外呢,美联储的有投票权的理事哈克也表示 美国的加息周期应该已经结束 在这些消息提升之下 美股三大股指数是大幅高开 但是在周五呢,盘纵确实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 因为投资者面临就是即将到来的周末 可能存在一定的避险需求 而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因为盘中 美国的这个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息指数显示 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对于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 是有所回升,导致市场投资者也是用脚投票 当然呢,对于下周我们整体上还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期待 首先呢,过去一周美联储的这个都位理事表态 也是形成了一个就比较一致的观点 或者说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美联储基本上不需要继续加息 目前的利率水平已经足够 对目前的这个通胀形成逐步的约束 虽然说美联储还是保留了进一步 它去行动的可能 但是这是应对潜在的石油价格上升 我们知道目前巴以局势可能会导致阿拉伯国家 外度将石油作为武器 而另外一方面 美联储的理事还关注到了目前的这个 国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 对于经济以及一些金融机构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因此呢,他们也是希望保持更多的观望态度 来关注就是目前的货币政策 这个继续上升的或者继续上涨的这个动能 但是如果局势有所缓和 那油价价价价价有可能回到之前这个回调的渠道 通道当中 而在后面呢,我们就是倾向于继续关注微观层面 也就是说我们继续关注未来就是一些科技巨头 以及其他的就是大型公司的财报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个季度当中呢 很多公司财报在二季度已经开始呈现了一个 业绩起稳回升的局面 而在后市如果去趋势,如果能够得到继续的话 将会有助于推动市场进一步的走强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开始转向利好的情况下 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理由来保持乐观 另外一方面 据仿件传闻,中美就是最近高层互动频繁 有可能双方将会就结束目前的这个紧张的敌对局势 是达成一定系列的协议 虽然说目前依然没有协议的具体内容 但是就总体的趋势来说 我们倾向于中美之间的这个最终协议 将是有助于双方的经济增长 降低通货膨胀 以及将最终将会推动一些新的科技领域的这个增长 下周呢 我们需要关注就是特斯拉和Netflix这种科技巨头的财报 而在我们还需要关注就是芯片巨头英伟达 在北周有一个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英伟达和其他另外一个科技巨头英特尔一样 他们有很多的研发人员是在以色列进行办公的 而且呢他们作为以色列的公民 最终最近也是因为这个巴以冲突而被迫上前线 并且呢已经有多位的员工 已经就是在冲突中上升 因为这些员工很多是来自研发部门 有可能会对这些金融或者对芯片巨头产生比较不利的影响 当然呢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 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还有中美局势的放缓 还是将会有利于这些芯片巨头的整体的增长 好的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